12月14日 国防部网站发布消息称 根据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 14日当天 双方在日本海东海相关空域组织实施第七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通报称 14日当天 两架中国轰6轰炸机从东海飞入日本海 与俄军两架图95轰炸机进行会合 之后一并飞往东海 通报称 中俄飞行编队在日本海上空共同飞行时 被关注两架推定为俄军战机会合 中俄飞行编队与东海上空共同飞行时 被观测到约两架解放军歼16战机及另外三架推定为中国战机会合 另外 中国轰炸机从东海飞向对马海峡时 被观测到与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和另外两架推定为中国战机会合 俄军轰炸机在经过对马海峡后 被观测到与两架俄军苏35战机会合 而在日本海上空飞行时 又被观测到一架图142巡逻机与之会合 针对上述中俄军机动向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西部航空方面对战机紧急起飞应对 另据稍早前韩联社报道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 六架中俄军机当天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 韩军立即出动采取应对措施 据介绍 当天上午11时53分至下午12时10分 两架中国军机和四架俄罗斯军机一度进入韩国东部海域防尸区 这些军机从越林岛以北飞入防尸区 向独岛以东方向飞行后离开 停留约17分钟 为侵犯韩国领空 韩联参表示 韩军已在中俄军机进入韩国防尸区之前有所察觉 并出动空军战机采取战术措施 以防突发情况发生 韩军研判 这是中俄联合空中演习的一环 一名联参相关人士表示 韩军方在中俄军机飞出韩国防尸区后 通过直通热线与中方进行沟通 并就中国军机未提前通报的情况下飞入防尸区提出抗议 由于韩俄之间没有直通热线 双方未能进行沟通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4日当天就上述相关问题回应称 据了解 这是中国军机在国际空域进行的常规飞行活动 符合国际法 中俄的交部发言人毛宁 是民主的征连行活动 那么俄的交部发言人毛宁